欢迎来到可乐都市传说系列66 黄昏的怪物 你知道传说中的缝魔之石吗 据说如果你在MC中创建一个巨大化的世界 并且把时间固定在黄昏时刻 就可以看到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 今天来挑战传说的玩家是费洋洋 作为一个相信科学的MC玩家 别说这种都市传说了 就是路上见到悬浮树 她高低都能上去打两拳 因此她为了让牛顿安心 特地来MC打奖传说 最后游戏之后 费洋洋熟练的输入代码 将游戏的时间固定到太阳落山的瞬间 接着她就根据传说 朝着太阳的方向一路摸索过去 据说在路上可以看到悬浮的灰色空岛 在上面能找到某种东西 由于世界太大了 费洋洋一直找了两个半小时 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于是她当即表示 哪有什么灰色空岛 肯定都是谣言 当她来到一处山顶的时候 太阳旁边的一个方块 显了她的注意 但它也不是什么灰色方块 一回头 月亮旁边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出现了一个空岛 费洋洋瞬间呆住了 自己一路走来的时候 可是没有注意到那有什么东西 于是她当即决定去看一看 结果 只是一个普通的空岛 并不是什么灰色的古岛 应该只是之前被山挡住了 所以没有发现 但都找了三个多小时了 还是没有找到 那就证明这个传言是假的 可下一秒 她就看到了一副奇怪的地窍 一只灰太狼 竟然直接地盯着一个地方 这下费洋洋就不淡定了 要知道游戏里的狼啊 在附近有玩家的时候 一定会看向玩家的 但这只却对自己不理不睬 好像那个方向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 飞洋洋就决定去看一看 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东西 导致了狼的异样 可当她徒步爬行两分半之后 眼前的福岛 却是把她吓了一跳 和正常的空岛不一样 她的下半部分竟然是灰色的 飞洋洋直接冲了上去 可她在附近光了一圈之后 依旧什么都没有看到 就在她准备结束挑战的时候 回头 像是个长相奇怪的牛马 在短暂的停留之后 突然朝着飞洋洋洞了过来 并且说了一句 这场飞洋洋无比恐惧的话